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Mina,一名居住在美国加州的地产经纪人和注册会计师 2021年开年,美国房产市场,尤其是新房市场还是一片火热 不少社区都在继续涨价 有些社区涨价幅度空间甚至是在5%到10% 那为什么新房涨价这么多,不少买家们还是相继而上呢 除了因为贷款利率创新低,新开发的户型好之外 相信很大一个原因也是我们不少中国人都有一个新房控的习惯 就是更加的喜爱新房 觉得没有住过的房子,住起来会更加的舒适 那新房社区千千万,户型种类各亦然 如果仔细看起来,大部分户型本质上还是千篇一律的 比如说我们的尔湾公司,近年来做了很多开放式的户型小读栋 实用性高也非常受欢迎 那么托尔兄弟的新房呢,无论是在哪个城市 很多户型呢,其实也都是换汤不换药 在大众喜爱的轻奢基础上做各种各样的微调 所以呢,这些新房做出来 其实呢,就是为了符合大众口味的 就是受到大群体的喜爱 那如果个别买家想对自己的房屋做一些不一样的改动怎么办呢 那我之前在一期介绍新房设计中心的视频中曾经说过 因为建商是批量盖房子 那么房子的计划还有政府的审批都是提前申请好的 所以呢,并不会为了个别买家甚至是任何买家做计划之外的房子改动 所以呢,如果你希望你的房子是限量款 独一无二的存在 那么又有新房控只喜欢新房的话 你呢,也可以尝试买地做定制屋 说到定制屋呢,就是买家自己选地点 自己选房屋的风格 还有户型的计划 室内、室外的面积 装修设计等等 那买家呢,需要自己去请设计师、建筑师、还有装修工队 一般来说呢,一块好一点的地块 比如说享有绝美山景、海景 甚至是城市景观的地块 是绝对值得花心思 定制一间漂亮的房子坐落在上面的 而且呀,计划的好的话 很有可能房子盖完还能赚到一笔呢 不过这些并不是今天的话题 我呀,今天只是想聊聊选定制屋时 如何去选这个房子的architecture 也就是建筑类型 那这个建筑类型呢 并不是只适用于定制屋哦 买新房的小伙伴在参观完样板房 买lot、地块、签合同的时候 也会看见同户型不同的lot 也会有不同的exterior外观 那么新房的interior内置呢 都是大同小异的 但是exterior也会有不同的architecture design 也就是建筑风格 美国呢,是移民国家 国民呢,可以说是从世界各地过来 那不同的民族带来了不同的文化 以及各种各样的建筑风格 美国的建筑受到很多英、法、德 甚至是西班牙传统文化的影响 那各种各样的文化碰撞、摩擦 再加上时代发展、潮流趋势 各种各样的住宅建筑风格便营运而生了 今天呢,就让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在加州,我们常见的不同类型的建筑风格 那这个呢,并不只适用于定制屋哦 也可以再给小伙伴在选各个价位的新外观时 有一个更好的概念 首先呢,我们要说的第一个建筑类型 就是我们的American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发誓成中文呢,就是美式传统风格 那么美式传统风格 虽然叫美式哈,但是它呢,实际是一种混合风格 就好像美国是一个大移民国家一样 美式风格的建筑呢,也受到了很多成熟的建筑风格的影响和融合 从古典时期到文艺复兴 再到中世纪类型,再到现代风格 这么多时间段的演变 给予了美式风格以下的这些特点 首先呢,建筑上非常的细节化 外形不仅简单大方,又具有古典情怀 那这种建筑风格,外观上非常的小清新,有气质 就整体而言,是传达了单纯,舒适,休闲 温馨,而注重家庭的生活态度 美式风格呢,极为注重细节 也会添加很多屋主人追求或应景的元素在里面 比如说我近期拍的《好诗多老板的海滨度假豪宅》 就是一个经典的美式风格 如果你没有看过,就要去看看这期视频了 那么外观造型和家具配备呢,其实是以浅色为主的 室内实用性是非常高的 并且在细节上搭配了很多海岸的元素进去 比如说贝壳,珊瑚,礁石等等 屋子的整体感觉设计非常理性 空间的使用还有组织性都是很高很合理的 那么也很注重家庭的享受 接下来呢,再让我们看一下现代主义建筑风格 英文呢,叫Modern Architecture 这种风格基于新的时代发展以及技术上的创新 那么我放的第二个奖呢,是因为它和传统美式有着非常强烈的对比和不同 美式风格呢,主要以木质装修为主 对木匠工艺要求极高 而现代风格呢,采用了很多的玻璃、钢以及钢筋混泥土的使用 如果说美式风格给人平易近人 一枝独秀又经久不衰的外观感觉的话 现代风格呢,便是张扬个性,我行我素,与时共进的感觉 现代风格呢,注重功能主义以及极简主义 在细节装饰上采用最少甚至是没有的态度 那么现代风格首次出现呢,是在20世纪初 慢慢的成为了很多地方的主流 甚至到了1980年的时候 这种风格呢,被采用到很多的公司和企业的建筑物上去 现代风格在设计上,非常的人性化和个性化 那么自它形成后,非常的受到大众的喜爱以及推广 那它的外观呢,可以用光、碱、平和空来形容 光呢,是指玻璃多 碱呢,是指极简主义 平呢,是指屋顶平平没有棱角 空呢,是指园艺简单 很多呢,只是配备了简单的沙漠植物 那比伏利啊,海滨城市啊 甚至是托尔一些受欢迎的户型外观呢 都采用了这种现代主义风格 美式传统和现代主义建筑有如此强烈的对比 但是如果把这两种建筑融合在一起 其实也可以做到相当完美的协调呢 建筑设计这种东西啊,没有绝对 不同类型发展和碰撞在一起 也可以达到相当不错的效果 不断的推陈出新 好,现在再让我们说一下contemporary 当代主义建筑类型 这种类型啊,并没有一个单一的风格类型去主导它 那它呢,有可能有类似现代主义的钢筋混凝土结构 搭配玻璃或者是金属的配饰 那它呢,可能有不对称的外墙啊 甚至是说会反光会变色的玻璃 它的外观呢,可能很像现代主义建筑 但是又可能多出了意想不到的地方 比如说凸起,棱角,甚至是凹槽 当代建筑类型呢,出现在20世纪的后期和21世纪的初期 我们常见的当代主义住宅呢,是非常类似现代主义的 但是可能会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生了小小的改变 那当代主义之所以受欢迎呢,就是因为它们又打破了常规 打破了传统 它借鉴了现代主义风格的极简风格和线条感 又添加了一些其他的元素进去 比如说在屋顶上进行小小的改变 从平整到棱角,增加了一些温暖性 增加了一些趣味性 感觉这栋房子就没有那么巨人语千里之外了 那选择当代主义设计呢 屋主们可以尽情的去选择它们使来风格的优势 再融合到一起,出其创新 这呢可能也是为什么现在当代主义这么受欢迎的原因了吧 接下来呢,让我们再来聊一下西班牙式建筑风格 这个建筑风格全称是西班牙殖民地式复兴风格 英文呢,是The Spanish Colonial Revival Style 这个风格呢,起源于20世纪初 那么是以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时期的建筑为基础 这种建筑风格呀,以及新墨西哥的风格 在加州都是非常流行的 可能也是因为我们加州离墨西哥非常近吧 而且你知道吗 加州曾经也是属于墨西哥的一部分的 1821年,自墨西哥从西班牙获得独立之后 到1848年期间啊 加州都是属于墨西哥的统治之下的 直到1848年的2月2日 签署了瓜达卢佩伊达尔哥条约之后 加州呢,才开始受到美国的控制 成为美国的伊达州哦 哎呀,跑题了 那么回到我们的西班牙式建筑风格 这种风格其实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也是一个趋势 因为佛州的圣奥古斯丁也是前西班牙的殖民地 那么南加州的西班牙式建筑外观呢 是非常的厚实 它呢,有小窗洞 颜色系呢,都是偏黄灰色系的石墙 搭配起来呢,整体感觉非常的粗犷又自然 还有一种宗教气息的神秘感在里面 那美国的西班牙风格呢 也可以追溯到地中海市复兴的建筑风格 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地中海市的建筑风格 地中海市的建筑风格呢 英文叫做Mediterranean 那它的房屋呢 是以红瓦屋顶、粉刷墙壁和华丽的拱门而文明哈 那我们刚才所说的美国西班牙风格呢 也采用了很多的这种元素 地中海风格呢 在美国其实是很受欢迎的一种建筑类型 地中海风格最初的起源是从意大利 葡萄牙、西班牙和其他地中海沿岸国家中汲取灵感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法国、希腊、摩洛哥 以及其他国家呢 也对其有了很多很多的影响 这些文化影响融合在一块儿 形成了我们今天的地中海风格 地中海风格主旨呢 是将屋主和大自然很好的融合在了一起 那在建筑设计上呢 可能会设有大露台、大阳台 或者是大门窗 那么这些通往自然的途径呢 可以使屋主得到放松 感觉自由自在 那么因为人与自然的这种完美融合呢 地中海市的风格在一些风景优美的地方 比如说山上、海边 是被采用很多的 接下来呢 让我们来聊一下意大利式风格 Italian Structure 意大利式建筑风格呢 在美国也是非常流行的 这种建筑啊 无论是普通住宅 连排别墅 甚至是豪宅 都可以适用得淋漓尽致 设计师呢 从窗户、门廊、门厅 到细节装饰都是极为精致的 一般从外形上来说 意大利式的房屋是两三层的户型 屋顶缓缓倾斜 房颜深邃 经常有一排装饰支架 或者是拖梁来支撑 外部呢 会采用砖石 或者是灰泥来构造 窗户经常是又高又大 并且有纤细的圆形的窗户 而且通常呢 是以三组的形式出现 从左到右均匀分布下来 有时呢 也会成对出现哦 这些房屋啊 很少使用百叶窗 而且窗框 做得很厚实 很吸睛 另外呢 意大利式的特点就是 各种各样的大柱子 圆柱形的入口 还有采用单层立柱的门廊 对称形式的入口 还有在屋顶上方呢 会设置中央冲天炉 或者是方塔 这些呢 就会很好地将建筑物顶了起来啊 有了意大利特有的感觉 那意大利式的这种经典设计风格呢 在豪宅运用中也是淋漓尽致的 一栋好的意大利式建筑豪宅 在加州可谓是独一无二不可多得的 因为喜欢这种风格的人多 现在很多新屋的外观呢 也采用了意大利式设计的选项 接下来呢 说一下French 法式风格 我个人呢 是非常喜欢这种风格的 感觉温柔 文艺 又有涵养 既不是温馨性 又有故事性和文化底蕴 外观呢 同美式传统一样 是属于那种气质型 耐看 解禁就不衰 那法式建筑风格呢 可能有很多种形状和细节的走向 但是屋顶的特点呢 通常是一致的 这种屋顶呢 和QDA的建筑外观是非常类似的 有较高较陡的屋顶 还有装饰性的半木结构的外墙 会采用砖石或者是灰泥的装饰面 法式风格呢 通常设计上特别特别的对称 当然了 也有不对称的设计 但是整体效果呢 还是给人和谐为主 并且呢 法式风格给人高贵典雅的贵族气息 细节上呢 也会运用到法式廊柱 雕花等 在线条和制作工艺上 是非常的精细考究的 通常入口处上方是最大的屋顶 正面呢 一定要像那些原始的法国中原一样 正式讲究 那不对称设计呢 常见的是法式城堡 法式农舍 和诺曼底住宅设计风格 另外呀 法式风格的窗户 通常带有拱形的顶部 门廊处呢 可能会有栏杆 这种法式风格别墅呢 让我们想起普罗旺斯 法式葡萄酒 还有舒适的沙发和壁炉 这种感觉呢 给人以温馨和童话般的幻想 法式风格著名的商业建筑呢 就是纽约广场酒店 你呢 可能会在很多的电影 电视中看到过哈 陡峭的屋顶 拱形窗户 以及漂亮细节化的 镶边处理 下一个呢 让我们来说一下 Taskin托斯卡纳风格 我呢 有简单的介绍过这个风格 在Foxwood 托尔院本房的那期视频里 托斯卡纳风格设计呢 让人联想到意大利的 佛罗伦萨周围地区 那边呢 有很多的托斯卡纳风格的建筑 这种建筑的特征呢 就是灰泥和石墙 瓦屋顶 拱形的开口 以及圆柱的门廊 托斯卡纳的平面设计呢 与地中海风格 有很多很多的类似之处 所以很多的海滨豪宅呢 融合了这两种的建筑风格的特色 而出一栋独一无二的别墅 另外呢 托斯卡纳采用石翼和铁翼的冲撞 石翼铁翼呢 也是托斯卡纳设计中 关键的配饰 这些元素啊 给人以原始 野性 力量的视觉冲击 托斯卡纳的设计呢 可能会少一些 现代的风格和温暖的色调在里面 所以呢 在设计上要谨慎 做的稍微夸张一点 就变成了一个 高级铁龙大石洞了哈 开个玩笑 其实我呢 是真的非常喜欢 托斯卡纳风格的 这种设计 设计好了呢 就是一个one of a pen 这条街最亮的仔 社区中最耀眼的一颗星 好的托斯卡纳别墅呢 永远是社区中 一下就会draw your attention 最引人注目的存在 那么因为西班牙式风格 到了19世纪晚期啊 也开始讲究了装饰 和强调铁翼的运用 有些房屋呢 也结合了西班牙 以及托斯卡纳风格 为一体 作为最新的设计 下一个呢 让我们说一下 craftsmanship风格 这种风格呢 我翻译为工匠风格 它呢 是19世纪晚期的 英美运动 复兴手工艺品 激发的灵感啊 有个词组叫做 art and craft 就是手工艺术品的意思 那这种风格呢 就是以手工艺术品 风格来建造房屋 这种风格呢 把简易别墅 和工艺美术 密切地联合到了一起 融合了简单的设计 和手工制作的 艺术技巧 既节省了造价 又便于维护 所以呢 一直很受大众的喜爱 工匠房屋呢 通常是有石木的元素 低矮而延展的屋顶 还有宽敞的门廊 以及房屋外墙的木质壁板 那么户型设计上呢 也采用了开放式的设计 这种风格呢 在普通家庭中 是非常受欢迎的 所以在生活中 也是极为常见的 接下来呢 是farmhouse风格 农舍风格 农舍风格呢 简单而典雅 它代表一个 与世无争 和平和谐的农业生活 但同时呢 其含义也代表了 蒸蒸日上的生产力 农舍呢 就好像一个温馨的港湾 一个安全可靠的地方 在此居住的人呢 可以自给自足 这种类型的房屋 适用性极强 从60万到600万的建筑 都可以hold得住 因为呀 这种建筑类型 很容易扩展 在它的基本设计上 可以随意的添加门廊啊 屋棚啊 或者是各种各样 其他的设计等等 也可以根据屋主的喜爱 做各种各样细节的 打扮和装饰 居住在农舍风格的房子里呢 其实是有一种 桃园隐居 与世无争的态度的 美国农舍呢 将传统的材料 与新房设计 紧密的发展联合到了一起 其实所谓的农舍 已经不是真的 有农场有牧场了 只是延续了 对这种自给自足的 生活态度的寄托 再结合了 与世俱进 广大业主的喜爱 造就了 现代版的农舍建筑类型 农舍类型呢 门廊十分重要 门廊呢 代表着家庭与工作的 一个过渡 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 走过门廊 便回到休憩的港湾 另外呢 农舍采用木柱 户外摇椅鞋 和室内实木地板 这些传统理念 再添加一些 现代生活的元素 为整体的风格 增添了不少趣味性 就好像高尔夫球场内的 超级农舍豪宅 归原田居 少不了有些先锋道鼓的意境 接下来呢 是International 国际风格 国际风格呢 是从1920年到1930年 在欧美地区发展起来的 建筑风格 在20世纪的中期呢 成为了西方建筑风格的 一个主要趋势 那么国际风格 最常见的特征啊 就是有直线的形式 外观轻巧 平整 并没有多余的装饰 开放式的内部空间 以及采用各种各样 悬壁式的结构的设计 带来视觉上非常轻盈的质量的感觉 会采用很多玻璃 白钢 以及钢筋混泥土 作为建筑的典型材料 有些建筑师 甚至在那时 称这些国际风格的房子 为玻璃盒子 或者是白钢盒子 以表示他们觉得 这个风格的单调 无趣 还有冷冰冰 所以呢 他们就开始 对此风格进行了延伸和改变 那在这种原始基础上呢 增加了新的设计 新的理念 这种想法的运动呢 在1970年到1980年 是非常流行的 也被称为后现代主义 那现在的国际风格呢 在原来的玻璃盒子 和白钢盒子的基础上 增加了很多有趣的 创新设计和装饰 在装饰上 也是更加自由 更加富含想象力 所以呢 出来的效果 也是非常的新颖 奇特 更加备受喜爱 比如这个即将上市的 维改样板房的外形呢 就是一个不错的 当代国际风格的外观 接下来呢 让我们说一下Santa Barbara 圣巴巴拉风格 这种风格呢 源自刚讲过的地中海风格 和西班牙文艺复兴风格的结合 特点呢 也是拥有深红色的屋顶和浅色 甚至是纯白墙壁的鲜明对比 圣巴巴拉风格屋顶多用瓷砖 有拱廊和庭院 室内采用白色的灰泥墙 裸露的横梁式天花板 家具呢 多采用木头和铁搭配 或者是其他乡村材料 精纤编制而成 通常呢 还有大型的壁炉 长长的走廊 以及宽敞温馨的阳台和露台 那么尔湾公司 很多新盘的小独栋呢 都有这种圣巴巴拉风格的选项 那这种外观呢 其实也是备受大家喜爱的 所以呢 提到建筑风格是没有绝对的 它呢 是一种历史环境的演变 时代发展的结晶 文化交融的碰撞 以及探索创新的成果 在建筑基础定律允许的前提上啊 两种甚至是多种建筑风格 都可以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创造新的风格 那么因为我们大家洲呢 拥有非常理想的地理位置 还有良好的气候环境 那这个呢 其实给休闲生活 还有家庭生活 很多很好的一个体验 那在加州设计的房子呢 最好是充分的利用室内和室外 这个界线的合体 给居住者呢 更多生活本源自于自然的这个体验啊 那说到这里呢 希望各位屋主在选择上 可以参考今天的视频的内容 再结合自己的喜好 和你的设计师 还有你的经纪人沟通 大胆的去选择 甚至去设计你的新屋了 好了 那么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还不错呢 就请动动手指头 帮我点个赞 转发加评论吧 我是Mina 一名生活在美国加州的地产经纪人 和注册会计师 如果你是新朋友 请订阅我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推送视频消息 如果你是老朋友 感谢你长久以来对我的支持 那么好了 感谢收看 让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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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